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像之前一样也可以选择空白的页面 那如果你要编辑以前的简报呢 就可以从这边直接打开 那右手边呢 就是他这次导入AI的方式 也就是呢 您可以透过AI自动根据你录影的内容 来生成其他的相关问题 引导你把整个影片录制完成 或者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练习 跟别人的一个对话交谈 此外呢 如果你已经有了PowerPoint档案 PDF或Keynote档案 也可以从这里直接汇入 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简报 所以整体来讲 你会发现新的界面 让我们比较轻松的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就进行很多的操作 不用像以前一样 还得切换到我们的首页 再去做一些档案的开启 现在我们来试看看AI提问的部分 在这边你可以自由选择 看你要哪一个 按下去之后呢 它现在会先让你看到你的顺及画面 还有使用的背景要哪一个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不用担心 你只要开始跟AI讲你要做的事情 接着呢 后面它就会开始根据你录音的内容 开始提问后面的问题 我们只要一步一步的开始回答 这样就可以完成 你可以不用担心 就是中间有一些停顿啊 这些都没问题 待会呢它就会自动把我们做剪辑影片 最后呢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输出 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按下开始 这跟我们之前一样开始录影 我想要来测试看看 有线的麦克风和无线麦克风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 在这个时候它就会根据你第一个刚录影的内容 去生成第二个主题 在这边 那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哪一个 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差 反正你继续录下去 它就会再根据你的第二段 再继续产生后面的问题 是的因为我平常如果用有线麦克风 我可能没办法走到教室里面跟同学做互动 我必须要把麦克风放下 如果呢我是用无线麦克风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你觉得我已经回答完了 好或者不想再回答下去 你就按一下中间 好你看它会很贴心的问你 有没有什么要分享一下的 好那如果这里没有的话 我就把它做一个结束访谈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 它就是可以很轻松的 让你比较能够好像在接受访谈一样 直接就是把你的问题做整理 或者是把它当做是一个跟一个人 可能是主管可能是朋友 做的所谓的练习交谈的部分 像这样它已经自动剪辑完了 我们就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它会依据我们刚刚录的段落 自动加上这样的标题 好那当然你可以先播放看看 我想要来测试看看 有线的麦克风和无线麦克风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有没有会像这样子 因为我平常 好那它都会有中间 在这边也是这一次增加出来 就是所谓的转场镜头 那这个转场镜头 其实严格来讲就是我们前面这个标题 它等于加上一个附叠的涂层 那当然这个如果你不满意 你也可以直接编辑 因为它是直接用语音辨识的方式 自动帮你抓一个当标题 好那你可以自由决定长短 可以像这样子还蛮方便的 最后当然你就可以通过发布 来完成这段影片 或者你要继续把它补录下去 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的界面 有什么不一样 你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跟之前嗯哼真的差蛮多的 整体上呢 你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左上角这里的新增 就是会重新显示我们之前的引导页面 然后呢 你要管理我们的简报档案 就从上面这边来 那你也可以从这里呢 帮我们简报做一个命名的动作 那如果你要编辑影片的章节 或是其他的影片 你也可以从这边 另外我们刚刚有玩过的AI问题 可以从这边再把它叫出来 那还有一个改变就是在右下角这里 原本建立线上连结的这个部分 放在上方 现在都把它移到下方来了 好那看完了介绍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际打开来看一下咯 好我们进到这边来 你看我们可以从上方这里 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去管理 您之前的这些简报档案 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进行删除 或命名的动作 非常的方便 好那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简报档案的重新命名 另外呢 如果你已经有录了影片 我们可以在这边直接编辑 刚才所录制的影片内容 那如果你想要再把AI叫出来 就可以从这边找到适合的 这是很方便的 如果你想要新增新的投影片 我们在这里呢 就有预设的八个基本的版面配置 如果你想要这一种类型的 点下去 您可以发现版面都已经编排好了 点到左边 就可以从右手边这里 直接去浏览 或者是加入你的素材 以我这边来讲 假设我要加入这一张 就把它换进来 它会自动依照 目前的比例 跟位置 直接替换 点到这一张 我们再把它 点其他的 加进来 所以像这样 其实我们在 排版的部分 就变得轻松许多 那它在下方这里 也可以直接选择 其他的这些比例 或者调整上一层 下一层 都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些 其实它之前 就有一些 小改版的动作 有推出一些不错的功能 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版面配置的部分 然后呢 还有裁切的部分 这些都很方便 那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裁切功能 裁切功能 您可以看到 如果以这个来讲 我发现这样子 裁切太多了 我就可以把它 往右边拉动就好 也就是呢 我们平常都是透过 上面四个角落 去做缩放 那我现在呢 只要拉中间 中间这个 就可以进行裁切 那包括我的 网路摄影机画面 也都可以哦 还有呢 如果你是透过 萤幕分享的 也都没问题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有 比较大的弹性 再来 就是我们刚有 试用过的 取代的功能 因为呢 有了这样的 取代功能 我就不需要 重新把物件插进来之后 我再来去 调整它的位置 跟大小 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 然后刚比例 这里有讲过了 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它的特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 投影片都可以 设定摄影机 自己的大小 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在第一个投影片 我可能是用这样的 摄影机的外观 然后呢 到第二张 到第三张 我们都可以设定 不一样的 所以呢 你每一张投影片 可以依照里面的内容 各别调整 我们使用者 演讲者的 这个位置 那有一个地方 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假设 我这张投影片 不想出现 您不是从下面 这里按哦 因为从下面 这里按的话 你可以看到 所有投影片的 瞬机都关闭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 在后面这一张 不出现 要透过外观的 淡的话 这就是透明度 所以我这边 调完了 那我前面这个 就不受影响 只有这个 有受到影响 好 那如果假设 我要以第一张 当作是我其他 投影片的 一个摆放的 一个标准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把设定 调完到所有投影片 那他就会统一 全部都受到影响 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在 录制的时候呢 加上游标的功能 为什么呢 其实平常 如果我们透过 这个录制 那我滑鼠在移动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被录进去 所以如果说 您有需要 让滑鼠能够 在画面上出现 我们在版面配置这边 有一个显示指标的功能 它里面呢 目前有八种 所以您可以看 您的需要 要哪一种 直接选择 那你移到画面里面 之后 它就有了 而且呢 你点一下滑鼠 它也会有 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不过要留意一下 就是当你 启用了这样的 滑鼠指标之后 它就类似像 我们在做简报一样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物件是不能够 去选择 不能够去移动的 因为你已经离开了 编辑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回去呢 你可以直接点它 关闭 也可以按一下键盘上的P 这样就会把这个模式关闭 再一下P 又会回来 所以如果您常常需要 这样的功能 你也可以记住这个快速键 那每个页面的 这个滑鼠指标 也都是单独设定的 所以我在这个页有需要的 我再按一下P 就可以进来 再一下P 就关闭 所以呢我回到刚刚第一页 这里 它因为刚刚有留着 所以这一页呢 只要进来 它就自动进入这种 滑鼠游标的模式 接着我们来看看 它在影片编辑 以及最后发布之后的 新功能 首先就是章节 也可以做分割的 好 你看其实 本身 它就有提供 基本的影片编辑功能 我们可以做所谓的修剪 那现在的话呢 更方便 当我拉动时间走到 一个章节的中间的位置 那你会发现 在下面也会有一个指标 好 那这个呢 分割就会出现了 所以只有在片段的最前方 或最后方 不会有 但是只要像这样子 拉到中间 我就可以从这里 再把它做一个分割 这样就 从一个变成两个 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去调整 我们播放的顺序 或者是 我就补入另外一段 那就可以插入 它们两个中间来 所以这个是 相当方便的一个地方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当影片编辑完成 我们按发布之后呢 你会发现 它除了依照章节 帮我们编排好以外 在它下方的地方呢 会自动帮我们生成 你所使用语言的这个字幕 像我们繁体中文也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呢 你有需要去修改它 它现在提供编辑的功能 这个功能跟YouTube 基本上很类似 当然如果你觉得 它翻的辨识的效果 还不是很好 没关系 我们也可以直接上传 这段影片呢 在别的AI软体里面 辨识出来的字幕档案 直接上传给它 这样子就更有弹性了